一起步一張張牽約大潮飄散出正中 騎士一個接著一個紛紛轉頭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騎士們才剛起步 大潮像是磚塊一樣 一個又一個接連掉落在大馬路上 目擊騎士轉頭把車停了下來 轉身下車跑到大馬路上來撿錢 剛才撿了頭暗 我以為是那個車路 就在那邊撿錢 100元的100元500500 5號上58點多 台北市萬華去萬大路上 居然有騎士一個沒注意 把萬把塊的現金 從後方口袋掉到大馬路上 施主還絲毫沒發現直接騎走 眼見千元大潮掉了滿地 三四名熱心騎士紛紛上前撿錢 但由於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們拿到早餐店來借地方數錢 警察這邊 然後那個 然後他們兩個就這樣撿一撿 上班時段千元大潮撒滿地 熱心騎士趕緊報案 和警方一起把錢數一數 沒想到居然高達兩萬八千元 趕緊交給警方來處理 500也不是不少啦 我看那邊至少可能 兩三萬 警方循著監視器 從車牌通知77年刺的 張信施主趕緊來認領 只是回頭再看一次 這個瞬間 張信施主騎車卻撒了一地的簽約 大潮還渾然不絕 幸好有熱欺民眾幫忙撿錢 讓施主可以把這錢財損失 降到最小 記者阿公雅曼 梅凱町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阿公 記者阿公